夏夜,我独坐于窗前,煮一壶清水,青年几片茶叶置于湖内,自杀近乡,一起俗尘后,茶的绿已慢慢蕴染开来,而此时,我的思绪也犹如这湖内之茶一般,跌宕成浮,真茶一盏对残月,欲熟纷纭无限愁,新年浮沉中入境,不随花去逐波流,真来一杯,结对着窗前的残月半弯,凝死脸序, 清澈的茶汤入口,春春银香,渐渐陷入心悲,我的思绪也慢慢的平静了下来,心静下来了,喧嚣,浮躁变远了,内心的本真也就随之而来,静静守住本心,不许自寻凡成俗世中的烦恼,作画,写诗,弹琴,读书,关照内心,承怀敬念,闲声漫体,独爱潺潺一味,青年柔柔人未眠, 明思脸序,饮中闲,明茶无缺红尘世,心静般受意念间,洗茶,真茶,品茶,依洗俗世间的尘埃,将内心的凡冷,苦涩敌净,留下的是清澈的茶汤和淡淡的甘甜,在品茶中感悟时间的沧桑和岁月的变迁, 于是,一切的喧嚣浮华都归于瓶颈,在一真一品中凝丝,在拿起与放下中感悟,从而使人心灵沉淀,越品越净,品茶的过程犹如人生历程,需要浅浅茶,细细品,才有回味,虽然品的去茶, 其实也是一种淡淡的情愫,一种安然自若的心态,何必去山野,无须远俗沉,人生因感悟,放下奶奶针,静,不是远离尘世,而是远离喧嚣,但看世间纷纷扰扰,只醉津迷,利欲熏心,终不过是一场过眼阴云,我自有情世书画,缠茶一味,虽清静朴素,却悠然自得,岂不快哉? 放下茶盏,扑意识轻轻,伴着一曲茶叶悠悠的情音,战末苗会一卷清风明月,任由时光剑行剑剑,你就是我心如水,我魂如茶,这一种安然淡薄,便是一念先清静的产意,喝茶不是一种盲目的喜好,你懂茶,茶也会自然的懂你,只茶,懂生活,此文章完玉品茶专高级茶艺师私家整理发布, 请说明,特词,如果您有更多关于茶叶保存,冲泡,选购等需要咨询,欢迎私信交流学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。